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8月19号 星期六 我们一起来继续聊聊菲律宾的事 前天在大街上走的时候 发现前方有很多的菲律宾学生 三三两两的 走在路边 自造成路边拥堵 也不对 因为菲律宾这边 很多地方没有变道 勉强只能算马路牙子 应该是造成了马路牙子拥堵 回家我一查 为什么 原来要开学了 8月29号是2023到2024新学年 菲律宾这边新学年的正式开学的日子 然后私立学校开学幅度差不多 可以提前 公历就是8月29号统一开了 今年差不多有2000多万菲律宾学生将要到学校上课 1800多万人 公历学校 250多万人是私立学校 按照咱们的说法 1800多万人应该算快乐教育 现在快乐以后当韭菜 250多万人 想能上私立学校 估计以后就是菲律宾的中层了 现在这些学生 为什么能看见他们 应该是去学校完成注册去了 那么为什么今年的这个开学是8月29号呢 我也看了一些这个新闻报道 说是由菲律宾一万1000多名老师 投票决定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 因为教育部 其实菲律宾的教育部 是建议6月份开学 然后呢 整个学年呢 上学的日子 上学的上学日呢 学习日呢 是200到200天 但是老师说呢 6月份太热了 天气太热呢 就学生逃学的比例就上升了 这个注意力集中的就少了 但是这个未婚先育的就多了 我就脑补了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对热我是理解 菲律宾的这边的这个学校呢 空调基本上基建很差嘛 私立的可能还会有空调 公立的都没有 电扇可能都没有 对吧 暖气就更没提了 这边也用上暖气 大概呢 就是说天气太热 去学校闷的话 助力一分散 大家逃课 就生孩子去了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所以菲律宾的生意率 我看是下不来的 还能一直有 一直有 挺高的 然后呢 我就看这个介绍也挺有意思的 其实菲律宾这边的很多学校呢 也是对这个一中一表有要求 比如说男生啊 必须剃头 不能续发 不能续须 女生呢 男女生啊 都是不能染发 女生呢 不能做指甲 看来这个全 这个我不知道全世界啊 反正中国和咱国内和这个菲律宾 对于学生这个着装要求啊 校服要求啊 用一表啊 看来都是这样的 我呢 走在这个 这个拥堵的马路牙子上呢 看着这些学生啊 这个勾肩搭背 撕皮裸肉 这个互相聊天的一个状态啊 就想起 曾经何时 老子也是这样 对吧 一到这个 9月1号之前 我们一般都是提前三四天吧 到学校报道 然后呢 也是跟各种同学 凑在一起 追跑打闹啊 互相吹牛逼啊 说说这个 下期都干点什么 曾经何时也是这样 只不过现在呢 是真没有了 真没有这样的生活了 现在都是为了活着努力了 哪有什么梦想啊 说到这个就 也听到他们在讲 今年啊 上学有什么愿望啊 对吧 然后呢 能拿到几个E啊 或者说 是不是要申请一些 国外大学啊 考雅思什么的 我觉得哪儿的 学生可能都有愿望 其实我上学的时候 也有愿望 是吧 我现在上小学的时候 跟着七色光 我愿望特别的强烈 就种太阳嘛 对吧 我记得当时 种下太阳了 有没有实现呢 现在看可能实现了 为什么 妈这天真热 这太阳肯定种成功了 对吧 大家一起种 他妈种出味 你弄我先下来了 反正呢 我开个玩笑啊 就是 祝这些学生吧 自己许学的愿望 以后也能实现 对吧 大家都幸福着活着 多好啊 对吧 今儿就跟大家扯到这儿吧 人们得继续扯 但菲律宾的生活 我